我用創作用木雕來做我的人生紀錄 真正創作進入這個地方 你走出去 你躲到山上去 走到人間 走到哪裡 你都可以看到題材 我覺得我現在是用我的創作寫日記 我都是做一系列的 那個母親系列 我以前小的時候母親 就是她又工作 背著背上還有工作 還有挑東西還有工作 母親系列 很多系列就是因為人生的系列把它記錄下來 我現在靜做的是比較內心世界的作品 叫蠶絲 蠶就是思想的蠶絲系列 那是內心世界的作品 我把人的五官都抽離 現在線條 蠶的音源就是代表空 一切都空 你即使看那刻的人物也是空的 線條都沒有了 就是輪廓而已 以前年輕人不會 年輕的時候不會沒有這個感覺 只是想拼那個 拼命想要做想賺錢 但是現在呢 反而是感覺沒有什麼啦 那個人生就是這樣 像他們想要學習的盡量教他 別人幫忙學不到 你來你想要學什麼我就教你 不管你要學什麼 不做我覺得人生太無聊了 我沒有辦法閒下 很多人問我說你什麼時候退休 但我退休了就不會動了 不會動就不會退休 新竹縣是一個有歷史底润 兼具國際與科技 以及人文繪翠的地方 區內有九個公益之家 每一位都是國際級的大師 公益唱作不是遙不可及 而是結合了生活美學 邀請您有時間 尋找我們公益之家的路牌 親自走訪 看見珍貴的精湛公益 也看見職人們 知著的精神 與精益求精的態度 體會用歲月醞釀出的公益之美 也感受在地的觀光文化產業 來場親旅行 你就會發現 生活中更多的美好 親族眼 翻揚以來聊 當時更多的美好 為全家操作的 餅乾? 只要自然